很够,所以你不用每一餐吃,说不定他会用得到 有些维生素不是,有些维生素是储备量不够 需要靠食物来的 譬如说像水溶性的维生素B,水溶性的维生素C 那这些是需要靠食物 每一餐都要有的,如果没有的话呢 譬如说你喝了水小便,就会从小便尿液中跑掉了 排掉了,就是我们身体不会储存维生素C跟B 比较不会,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就水的尿液排掉了 那这时候你要每一餐里面都要有这一类的营养 你才能够孕妇我们身体,餐一餐之间的活动代谢 等等等等,基础代谢等等 那再来还有其他矿物质也是,矿物质更是 更是随着尿液排掉的,比如说像钙,像鎂 像这些东西,都是随着小便以后呢 就排掉很多了,如果说你不是每一餐都有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就是短暂的就钙质不足 或者每离子不足,这些东西就会影响你的代谢 跟影响你的食量跟食欲 那这里面呢,我把它列出来说 其实它有八大类是我们现代人很容易缺少的 那缺少这八大类跟我们肥胖是有关系的 那第一个是维生素B群 第二个是维生素C 第三个是维生素E 维生素E也很容易缺少 维生素E为什么会缺少 因为维生素E它虽然是水溶性的 可是在维生素E很奇妙 跟维生素A不太一样 维生素A是在动物性的比较多 维生素E在动物性的比较少 大部分在植物性比较多 我们蔬菜水果真的吃的不会够 对,生绿色的蔬菜 维生素E也有 然后再来就是坚果类维生素E也有 就是比较偏向植物性的 如果你有偏食的习惯 不吃植物性的食物的话 维生素E很容易缺少 有哦,多的咧 多的世人这样子 对,对,专门吃肉的或者是什么 维生素E就会偏低一点 然后会偏低一点 然后有偏食的人 维生素E也会偏低 因为E也不要忽略 那它虽然是有容性的 我们身体会储存 可是你的 如果万一长期 你都是偏食的 很可能就不足 然后再来第四个呢 是矿物质啦 就是鎂 鎂离质很容易缺少 Magnetion 鎂是 我们身体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 偏偏鎂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食物里面多多少都有一点 但是呢 问题是它 我们鎂离质很容易流失掉 很容易随着尿液呢 水液把它排掉 当鎂离质不够的时候呢 我们会从 大部分会从肌肉里面放出来 我们的肌肉会存 存了很多 有存鎂离质 有存一些钙离质 或者骨头里面存钙 那 所以很多人看到的是 缺少鎂了 它会有一些症状会出来 譬如说 它最最立刻的症状呢 它可能会觉得 心情比较容易沮丧啦 比较会 暴食啊 不安定啦 这等等 这还蛮像每天下班之后的心情 对 美里子 想要多吃一点 弥补自己 对 那很可能就吃美 很可能你的身体缺美 这样你了解吗 很可能你的身体 现在这一刻缺少美 所以你又吃一些高美的食物 就会觉得很舒服 譬如说什么样的食物是美里子很高 最典型的是喜欢吃巧克力的人 真的会 心情不好的时候 真的很想吃一颗巧克力 振奋一下心情 对 其实巧克力也不是那个糖 而是它美很高 是哦 对 因为搞不好身体需要美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对 你就很爱吃巧克力 因为吃巧克力 身体心情会变好 怪不得为什么心情不好 总会想要吃巧克力 对 其实就是美在做怪的 就是你身体可能缺少了美 很简单 不是因为糖 糖的话你干净 就是喝个糖水就好了 对啊 那我喝果汁就好了 对 因为巧克力有美 特别想吃巧克力 对 巧克力其实它营养素 美里子很高 特别喜欢吃 就是这个巧克力 这样巧克力有糖 会帮助美的吸收 这些等等 那再来第五个是钙 钙 对 钙也很容易缺少 那因为之前我记得 有节目中我有提过 我们以前的人类 是比较不容易缺美 跟缺钙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喝的水 喝的是三泉水 一般的天然的水 多的是矿物质 多的是矿物质 多的是美跟钙 所以比较不担心 缺少所谓的美跟钙 可是现代人喝的水 是自来水 甚至是纯水 对 而且我们都过滤过 还要再煮 还要再煮 还要经过什么 把钙的美 把硬水变成软水 对 几乎就美跟钙都很少了 所以你只要 一定要从其他的来源 摄取美跟钙 偏偏不够的时候 身体就会采生代偿性的 暴影暴时 代谢变慢 等等 这些 只是 大家就说 你测一测 你的身体够啊 钙也够啊 美也够啊 血液当中 美跟钙的血液浓度也正常啊 但是问题是 那是因为你胖了之后 吃更多的时候 让它满足它 对啊 不要没看见我的肉 对 我的肥肉怎么算啊 对 没错 那是因为你吃了很多以后 变胖了以后 来满足身体需要 美跟钙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因果关系 要搞清楚 所以钙也是 钙是第五个 没错 那再来是铁 那铁呢 女孩子比较容易缺的 对啊 每个月都会大湿血 对对对 因为女孩子有月经 男孩子没有 对啊 而铁呢 偏偏储存在肝脏跟肌肉 比较多 女孩子肌肉成分又比较少 对啊 男孩子肌肉比例比较多 所以男孩子比较不会缺铁 相对来讲比较不会缺 女孩子比较容易缺铁 因为它容易流失 在月经里面流失掉 所以要注意铁 铁的摄取 对对对 那再来是银 矿物质的铁 铁呢 是男孩子比较容易缺少 这个跟男女又觉得很差别 因为男孩子的铁呢 他需要 比如说男孩子 也为什么会缺少铁 因为他在消耗 为什么消耗 因为男性 在制作他的生殖细胞 一些精液的时候呢 他需要铁 哦 所以为什么男生常常要补这个 对对对 很多食物含铁的多的 男生要多吃一点 对对对对 如果你是那种活动 就是我们讲的生殖的活动 或者是咒爱的活动 多的话 那叫补充性 那要补一补 心不够的话 那也会到 代偿性的食欲会增加 代谢会变慢 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 那我们生理工人 当然它有负责 比如说胰岛素的合成 胰岛素的作用 也是要靠心的帮忙 都辅助因子的 所以一个就会产生 所以万一不够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 胰岛素的功能 变成胰岛素主抗 或者变成 这个啤酒肚 就会出来 所以男生比较容易 有啤酒肚 其实有一部分 要归功于 可能是缺少心 心的关系 对对对 那这些 这些都是医学上 有过研究的 包括铁啦 钙啦 维生素C啦 这些都其实缺少的话 跟肥胖是有关系的 跟你的腰围有关系的 OK 最后一个是 Omega 3 Omega 3 也有可能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 先介绍 这个八大营养素 你常常可能会缺少的 好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的 那稍微休息一下呢 广告之后 我们再继续 跟大家谈谈 今天的主题 MSN减肥法 另外我们也可以接听 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的call in 专线是 83693398 83693398 回到了明依Uncle的现场 为大家访问到的是 杨氏诊所的院长 杨明泉杨院长 今天跟大家主要谈的 这个减肥的方法是MSN 你要有可能药物的配合 运动还有最重要的营养的部分 你才可以这个有效又健康的减肥下来 那待会呢 当然还有很多要补充的地方 可是线上的听众 我们要先消化一下 我们的call in 专线是83693398 有一位陈小姐 你久等了耶 陈小姐您好 好 杨氏你好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有三个问题 请问好 听听看 第一个就是杨氏诊说的 如果是要配合一点红酒的话 红酒我们是要选酒精比较低的 还是酒精比较高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 是说市面上带糖很多 我们要拿一种选择 比较没有 不会有毒害 然后它是真的没有热量 或者是真的不胖吗 就是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的话 像如果是吃一些高鲜的饮食的话 有时候肚子会脏气 或者是怎么样 有时候吃什么东西 可以比较帮助说 肚子不要脏气 或是比较不容易说排气 或是比较好 谢谢 好 谢谢 OK 谢谢 拜拜 好 第一个 对呀 很多人在想说 红酒减肥法 要配一点红酒 可是光是挑红酒 我们不懂就真的 心里不晓得该怎么选 是不是酒精浓度高一点 就比较有效 红酒是这样 我刚才之前有讲过 提到过红酒 红酒它其实不是说 叫你一直酗酒 它是小酌 50到100cc 就是你可以在睡前 你可以在晚餐前 然后喝一点点 而且是酒精浓度 当然因人而异 最好是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对 尤其是女生 所以我们不用再迷信 要把自己喝到喝醉了 对对对 低一点就好了 对 酒精只有一点点可以 不要太高 那一般是 当然是越低越好 那最主要的红酒 它里面是 一个是白梨乳醇 还有它有些营养物质 尤其女生来讲 它有铁质 它会帮助铁的吸收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 你要高营养 但是要低热量 高营养低热量 所以你要看它 这个食物里面 有哪些营养 营养就是包括 其实很简单 有维生素跟矿物质 这两大族群 如果是唐人